昨天说到,话说周聪和鹿鹿在胡小军的打印机下面发了一笋纸 在那笋纸下面有一张纸是比较长一点,突出 最后鹿鹿就把那张纸拔出来,用手在上面摸 就发现那张纸竟然跟盲公给他们那张纸是一样的 发现这个秘密后,终于把鸣婚照和胡小军长城的失踪 可以联系起来 这时候周聪满怀信心,说要借把纸回去用 还拍了心口地向胡小军的母亲答应 阿姨,我们一定可以帮你找你女儿,你相信我吧 搞到胡小军的母亲眼都湿了,拼命地摁头 自从离开胡小军家后,鹿鹿就看周聪 周聪又看着鹿鹿,鹿鹿的心跳得很紧 他心跳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害怕 他也不清楚自己害怕什么 但现在,他至少知道了,这张纸上肯定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因为这张纸不是街头派的小广告 他能够出现在周聪和鹿鹿的生活中 又能够出现在胡小军的房间中 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鹿鹿跟着问 那怎么办呢周聪,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你不是采访过很多奇人异事吗 那其中有没有人懂得看密码呢 哦,那我上网找找吧 好啊,那现在我们回家上网找找吧 不用了,我们去网巴找吧 两个人回到他们居住的小区附近 找了一间网巴,即时想去抄 他们上网查找密码专家 搜到几个专家 都是官方的人,而且不在京都 即是没用了 后来鹿鹿在一个很小的同城论坛上 查到一篇求助的文章 作者署名是母青 母术的母,清明的清 他就说他的女朋友被害了 他的嫌疑是最大的 因为很多证据都对他很不利 警方接二连三传讯他 而且未经警方许可不准离开他的居住地 在他旅有忙顾的第四天 他接到一封电子邮件 里面是一组由一和二组成的数字 总共有120位 写信人自称他就是兇手 但他说这组数字是五层加密的密码 如果你破解到,你就会知道他是谁 这个母青在论坛上留下自己的QQ号码 请求高手帮他破解,可以捉到兇手 为女友伸冤,也可以洗脱自己的嫌疑 于是很多人留言 七嘴八舌,但没有一个是正解的 最后,母青又跟了一张帖 兴高采烈地说多谢大家 他说已经有个高人帮他联系上了 并且帮他破解了密码 兇手也捉到了 于是鹿鹿马上叫周冲过来 周冲,周冲,你看看这张帖,几点 哦,那我们也要找这个高人了 好,鹿鹿即时加了母青的QQ 但对方没有反应 等了大约十几分钟 对方才通过他 鹿鹿开门见山就问 哎呀,母青啊,我遇到一些麻烦 想找那个高人的联系方式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呢? 麻烦你先啊 对方就回应他说 喂,他要收费的嘛 没问题啊 两分钟之后呢 对方发过来一个电话号码 还有三个字 他姓姜的 接着鹿鹿就拿出手机 撥了这个号码 亦都打通了 鹿鹿跟着就问 你是不是姜老师呀? 别位,你是哪位? 我在网上找到你的联系方式 我现在有个密码 需要你帮我破解 你怎么收钱呢? 今天要看密码的难道 那你今天方不方便见面呢? 方便 不过你过来吧 我向大溪地 鹿鹿和周聪住在京都的东城 而这个大溪地就在西城 两个人坐过几小时的公交 才来到这个破破烂烂的小区 破烂到什么程度呢? 这里每一栋楼的号码都掉色 根本看不清是什么号码 他们很不容易才找到高人住的那栋楼 在楼道里面 横七树八堆放着很多很残的单车 还有一只瘦骨鱼的野猫在偷看他们 周聪有点怀疑 接着他就说 喂喂喂 这个地方 会不会被人弄点呢? 哟 说你都不懂 这样的环境才是高人住的 没佬 他们终于爬上四楼 敲向了高人的房门 门跟着开了 他们又见到一个 跟刚才那只野猫一样 那么瘦的男人 他戴着一副白框的眼镜 他打量了一下鹿鹿和鹿鹿身后的周聪 很严肃地说 两位请进来吧 他的房子真的不像一家 应该说更像一个办公室 客厅里面有一张很廉价的办公桌 一看就知道地摊便宜 还有一部很旧的电脑 书架上堆满了书 那些个人藏书肯定是大小不一 厚薄不一 但书架上的书 全部都是新的 而且全部都是灰色的硬书壳 而且书籍都像圣经那样厚 让人感觉那些不是书 而是一种装饰物 这位姜先生 从办公桌上拿了两张名片 带了一张给陆鹿 带了一张给周聪 一张名片上面写着的就是 京都讯息安全实验室 特别顾问 然后呢 他伸出很孤兽的手就说 两位随便请坐 周聪和鹿鹿就在对面的长座上坐下 接着这位姜先生就说 密码呢? 哦!在这里!在这里! 鹿鹿连忙拿出那张纸 带了给他 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 拿一张高倍放大镜出来 好认真地看着纸上边的突痕 摔下头不停地看 看了很久都没有恶高过 鹿鹿很小心地问他 阿姜先生 其实 我们也不敢确定 这些是不是密码呢? 究竟 想判定它们是不是密码呢? 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 能不能从中摸到信息出来 鹿鹿跟着就说 但它上面有没有文字 又没有数字 又没有字母 那你觉得信息会藏在哪里呢? 是的 这张纸上边 当然是一些白色的凸起的原点 那这些凸起的原点 究竟又可以收藏什么信息呢? 那这位姜先生 又可不可以帮他们破译出来呢? 肉之后事如何 我们稍后再说 这局的凸起 明镜头 有张宝簽 嗯 写遇